日经中文网1月28日报道称,1月25至27日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在韩国海军区逐渐,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自卫对行逻辑问题上,应持何种态度? 回答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应对措施的日本受访者比例最高,占到62%。 回答应该多聆听韩方主张的受访者,仅占7%。回答应该静观其变的占24%。 报道指出,支持安倍政府的日本民众,要求对韩强硬的声音更多。 比如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认为应该采取更加强硬应对措施的人占67%。 而在不支持安倍政府的群体中,再乘这一选项的比例为57%。 而从党派角度来看,自民党和无党派支持者选择,应该更强硬的分别占69%和59%。 而两者都只有23%的人回答,应该静观其变。 据悉,日本政府2018年12月,就雷达照射问题称。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1巡逻机,在石川县能登半岛海域,被韩国海军广开土大王,好须逐渐用火控雷达照射。 这是被视为攻击前提的极其危险的行为。 日本政府向韩国政府抗议,要求防止此类事态再次发生。 之后,韩方否认曾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机。 日韩防卫部门之间的实物层面磋商也已决裂收场。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P-1巡逻机,探测到的电波,转换成的声音记录等信息。 韩方则宣称,日本海上自卫队P-1巡逻机,实施了威胁性较高的低空,飞越韩军驱逐舰动作。 双方各执一词。 照片中的巴西男孩叫提哥,今年12岁。 最近,他与两支每周报合影的照片,迅速在网上窜红。 在拍摄这张照片时,一支每周报,似乎还摆出拥抱提哥的姿势。 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走红后,有人开始怀疑照片是否作假。 这张照片绝对是真实无疑。 而且,他不只是为了拍照而已。 提哥经常与每周报一起玩耍。 实际上,提哥从婴儿时期,就与每周报一起生活与玩耍。 提哥的父母都是生物学家。 他们负责协调哥亚斯州地巴西每周报研究所工作。 其主要目的是,研究和保护每周的大型猫科动物。 提哥的父母说,他们儿子从小就在每周报陪伴的环境下长大。 他知道怎么跟野生动物打交道。 一切都来得非常自然。 当然,他们也规定一些极限。 正是提哥的父母把照片贴上社交媒体的。 他父母还补充道,这只不过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特别的。 当提哥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在照料三只幼抱了。 相当于他的父母,同时要照顾四个小孩。 提哥觉得自己从小能跟大猫咪一起长大。 非常幸运。 他说,这是一种基于爱和尊重的关系。 我总是享受帮父母照顾动物的经历。 提哥从父母那学到了每周报的习性。 以及该注意什么? 通常,这些动物不会把人当猎物。 他们只是对人类的行为,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已。 因此,尊重他们的习性至关重要。 同时,要熟悉他们的肢体语言。 如果他们不想让你接近时,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关键是要了解这些动物的界限。 当他们想跟你接近时, 他们会主动走过来。 因为猫科动物,并不是群居动物。 他们喜欢独处。 但是他们与人类建立了终生的纽带。 提哥的母亲表示。 提哥和每周报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 但他强调说。 他们也从未让提哥一人与每周报单独相处过。 我们总是十分小心。 我们有清楚的安全规则。 提哥父母说。 提哥父母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基地占地123英亩。 为了尊重生活在这里的动物。 谢绝任何参观者。 该野生保护区的资金, 95% 由提哥父母自己掏腰包。 其余则来自捐款。 目前,该保护区负责照顾14只每周报。 但过去10年, 他们共帮助照顾了35头野生动物。 其中主要为每周报。 每周报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兵威物种红色名单中的动物之一。 虽然它们分布在21个国家。 但据信其中一半在巴西20。 000至30。 000至、在这里生活的每周报,通常不再被放养回野生环境。 因为担心它们可能会遭到保护自己牲畜的农场主的猎杀。 同时,由于这些动物跟人接触密切。 如果把它们放走。 它们可能会走到有人的地方,遭到追杀。 去年,提哥离开家到外地上中学。 因此不能每天见到这些动物了。 它为此非常想念它们。 但是,每次当他回家时,每周报见到他都狠心,似乎也想念它。 提哥说,从每周报与他玩耍的方式,他可以感觉得到情感联系。 这一点让提哥感到十分欣慰。 因为他的爱得到了回报。 提哥说,他长大了要学习生物。 像父母那样为拯救每周报而奋斗。 《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李强, 美军对卫星系统的高度,依赖已经不是秘密。 这反过来让五角大楼对别国的航天活动草木皆兵。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日称, 美国国防情报局新进发布太空安全面临的挑战报告, 大肆渲染中俄等国的太空战能力。 《环球时报》记者查阅该报告发现, 其中还根据美军的预测与幻想, 拙裂了未来可能的各种太空作战模式。 中俄发展激光反卫星武器, 空间态势感知识进行任何航天活动的基础。 在太空安全面临的挑战, 关于中俄反太空能力的章节中, 都首先谈到了空间态势感知能力。 该报告认为, 中俄两国拥有强大的空间监视传感器网络, 能搜索、跟踪和识别地球轨道上的所有卫星。 这种监视网由各种望远镜、 雷达和其他传感器组成, 可以执行包括情报收集、 反空间目标、弹道导弹预警、 航天安全、 卫星异常解决方案和空间碎片监测在内的众多任务。 该报告认为, 中俄已拥有一定的定向能反卫星手段, 中国可能正在寻求用激光武器来破坏、 瘫痪、或损坏卫星及其传感器, 并且可能已经具有有限的利用激光系统, 对抗卫星传感器的能力。 到2020年, 可以对抗低轨道空间传感器的地基激光武器, 可能会投入使用。 到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 中国可能会发展功率更高的系统, 将威胁扩展到非光学卫星的结构, 而俄罗斯也可能正在寻求用激光武器来破坏、 瘫痪、或损坏卫星及其传感器。 报告称, 在2018年7月之前, 俄航空航天部队, 就开始装备, 可能用于执行反卫星任务的激光武器系统。 俄总统普京在公开声明中, 称其为新型战术武器,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它能够对抗轨道上的卫星, 俄罗斯也正在开发一种空击反卫星激光武器系统, 用于打击天机导弹防御系统的传感器。 对卫星发动硬杀伤, 除了充满噱头的激光武器外, 该报告重点介绍了各种可能威胁美军的反卫星武器。 首先是传统的地基反卫星导弹。 它们可以从地面基地发射, 攻击运行在近地轨道的卫星。 例如俄罗斯可能正在开发一种能摧毁近地轨道空间目标核弹道导弹的地基机动导弹系统。 这种武器系统, 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投入使用。 该报告还宣称, 中国可能在研制更强大的反卫星武器, 能摧毁运行在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 此外,航天器的载轨修复能力, 也被该报告视为太空反卫星武器的可能选项之一。 该报告称, 俄罗斯在研究和开发军民双重用途的复杂载轨能力, 例如能接近其他卫星的检测和维修卫星。